現在要找到我們電腦的這一張 你看進來有沒有去背好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方便一點 對不對 那不然你每次都要這樣來 不然有時候你覺得我好穿 準備那一張紙在你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你網路上找不到的 那當然你常常用 對不對 不然通常如果網路上已經有的 其實你透過這個方式 剛開始去已經去背比較簡單 好像比較簡單 對 稍微補充一下 我們剛剛那個類型有沒有 是不是都是這種圓圈圈 請問應該要用圓圈圈 沒有喔 今天不想用圓圈圈 所以說 其實如果你做的比較多練習 而且我們現在在教室 左上角這邊就是增加頁面 其實我平常發現 就是增加頁面 就是我們講的路徑 有沒有發現除了圓圈圈 也可以有矩形的 甚至所謂的不可見 那你應該知道的 知道什麼叫不可見 我所有的軟體是要從來一直 也就是 我真的可以變成一個路徑 可是我不希望永框 你不要聽說一路 我怕等區 你要解釋 因為有時候永框會給人家一個限制 我把概要用怕等你 那我就讓他 反正可以移到這個地方 因為每到一個地方 就是一定要有框 所以 所以 要增加頁面可以從這邊 好 所以 像這樣子 就進來了 我就進來了 這樣 會不會了 那麼 我們剛剛有兩個關鍵字 一個是png 另外一個是sbg 就是我要做輸入 那sbg的話呢 跟dng差別在哪裡 一般來講 dng它是屬於點證 所以你比較容易看到什麼 照片 相對的 相對的 sbg 它是屬於項量的 就跟大家平常看到sbg 所以你會看到比較看 如果偶爾 你需要把 自己插畫式 那我們來試看看 我們這邊 因為現在這個 我們用 切到這裡 這個 因為我們比較 用學校的名字 可能 不會差別太多 這樣可以嗎 這也是我們的 所以你可以 老師有需要出現的時候 你不要自己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也是通行的 對不對 自己決定 也是通行的 那你覺得 你這個時候 用別的關鍵字 別的 我們找個關鍵 那我不需要的時候 你自己把它關掉就好 那麼 如果我今天沒有加png 你會看到的 就是比較一般式的照片 所以 這樣沒錯吧 老師上個 老師呢 我加了png之後 你看到這個 很明顯的 照片會感進一點 留在上面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準備 當然 這不代表每一張照片 都是準備的 但是 機會 真的需要清楚 另外呢 還有一個 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裡有沒有還在一個 好 那我就把這段 你可能要稍等 你